名詞指句見見要命 我們用有一組動詞叫做建議堅持要求命令 基本上我們都可以引導出一個叫should 的指句 舉例來講我建議你應該點點點 我堅持你應該點點點 我要求你應該點點點 或者是我命令你應該要點點點 他的難的地方是在那個should 通常會被省略掉 他是可以省略的 我們看一下例句吧 我們建議他應該要採取別的方法 這個should 可以被省略掉 湯姆堅持我們應該要上教堂 瑪麗她要求你應該要歸還那些書本 Number 4 His father older the lot He should keep a diary in English 他的爸爸命令他應該要用英文來寫日記 基本上這幾個用法只是告訴你說 只要翻譯成建議堅持要求命令 基本上後面都有一個should 的指句 那個should 通常可以被省略掉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一個問題 老師建議堅持要求命令只有這幾個字嗎? 其實這幾個字你可以抄上去一下 我再講一遍喔 基本上建議堅持要求命令 只要有這種感覺的 我們都稱之為叫見見要命的文法 那我們舉例來看一下吧 你建議也可以寫成 suggest, advise, recommend recommend是一種稱之為叫做推薦式的建議 繼續往下 堅持你也可以寫 insist, advocate, maintain 基本上這幾個字也叫做堅持的意思 第三個 你要求你也可以寫成一個字英文叫 demand, request, require 這幾個字都有要求的意思 命令你可以寫order, command, direct 那基本上這幾個字我再講一遍 這是一個額外的補充 通常見見要命我們考出來 通常只有考suggest, insist, demand, order 你只要能夠了解這幾個字就好 可是你不要忘記 只要含有見見要命的意味 我們都可以去套入這個文法 OK 那當你把這裡抄完的時候 老師知道見見要命也沒有很難 講坦白的它不難 難是難在有一些稱之為叫做對比的比較 題目讓我們稍微去看過一下 那我們來往下看一個東西 你知道我們通常難度是照有一些字 稱之為叫一字多意 我再講一遍 我們有時候的考題是照理叫一字多意 舉例來講 有一個經文叫suggest 它有兩個意識 它可以翻譯成建議 可是它也可以翻譯成顯示 我再講一遍 它可以翻譯成建議 你也可以翻譯成一個字英文叫顯示 老師那我到底怎麼知道它是翻譯成建議還是翻譯成顯示 我給你一個觀念比較快 如果建議的話 通常它的主詞都會是某人建議 如果是顯示的話 通常只能都稱之為叫做研究顯示 我在講一遍 你要先搞清楚中文翻譯不一樣 用法就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吧 No.1 The lady suggests a lot girls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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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cautious 這位女士建議 女孩們應該要更謹慎小心一點 所以這個答案稱之為叫應該要謹慎小心一點 我們答案稱之為叫should be 因為這是一個劍尖要命的文法 所以這個格子我要寫的答案叫should be 那答案就寫一個字英文叫做b 我來講一次囉 因為should be你可以把should的省略掉 所以就剩下b這個答案 那我們再看一下第二題 The study suggests a lot girls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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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e cautious 這個研究顯示 女孩是比較仔細小心的 所以這題不是漸漸要命的文法 這題不是漸漸要命的文法 這題只在考你說研究顯示 女孩子是比較謹慎小心的 所以答案選擇應該是b 我在講一遍 我們有時候考題的邏輯是這樣 只要基本上它的中文翻譯語意不同 答案的結果通常也會不同 一樣的道理 我們看看下面的第二個比較 有一個英文單字叫insist 它有兩個意思 一個叫做堅持 一個叫堅撐 你說老師堅持跟堅撐不一樣嗎 我給你一個觀念比較快 所謂的堅持 它稱之為叫做堅持去做一件事情 我堅持這個動作 這叫堅持去做一件事情 那叫堅堅要命 可是它也可以翻譯成堅撐 基本上堅撐是指要強調一個說法 我在講一遍 堅持通常強調的是堅持做一個動作 然而堅撐是指堅撐一個說法 我們來看立體比較快吧 我們看一下第一題 the boy insist that we are on time 男孩子堅持我們應該要準時的 這裡才稱之為叫做 他堅持我們應該去做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我們堅持要準時的 所以答案稱之為叫 we should be on time 答案選擇的是b 我把那個should省略掉 那第二題 the boy insist that 這裡要翻譯成 男孩堅撐 他是清白的 你不會翻譯成他堅持要去清白 這語意不對 要翻譯成男孩他堅撐 他有一個說法 他堅撐他是清白的 因為這裡你翻譯成堅撐 所以答案這裡不是堅見要命 他只是單純考你一個題目叫 男孩堅撐他是清白的 答案就會變成一個直言文 叫做a 那這個力挺就稍微再注意一下下 放在心裡面就好了 拜拜